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业打印机行业的高科技企业 20多年来 施前平带领团队 创造了无数个全球第一 致力于将中国品牌推向世界的他 心中的中华商道是什么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金横峰 走进施前平 去年突然新冠的疫情 我们觉得当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因为我们做工业打印机 这么多年的技术的积累 再加上我们园区有那么好的平台 到初二 我们在从北京上海 钓球的40度工程师在济南 然后开始决定做什么呢 做口罩机生产 同时启动口罩生产线 所以我们用了45天的时间 做了500台口罩机 然后我们的口罩生产线 最高的时候一天800度 当时的那个病女传播中央控调是不敢开的 我们就住在办公室 我从一个酒店接了 好像接近50个床垫 然后就铺在办公室 因为那时候零下差不多5度到6度 这个你知道睡觉都穿雨中伏睡啊 因为没有暖气啊 很多女同志头发长 这个十几天二十天不洗澡 你知道那个晚上睡觉 拉拉手那样雨中伏味有汗吗 都是闻到味道 都是味儿的 所以那个时候忙到什么程度 我平时减费减不了 减不下去 我那时候45天减了10公斤 所以那时候只想一个事情 如何为疫情防控做一些贡献 那特别是作为一个侨商 叫党友号召 侨友行动 就是说当国家遇到真正危难的时候 危机的时候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出来 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 当时做工业短机的时候 中国还处于一个空白的一个市场 然后当时我们在刚开始 起初做工业短机的时候 主要是做一些比较便宜的 然后这个中低端的 所以当时在中国的工业短机 单台售价100万以上的 就百分百进口 当年我们也是参加 国际的会议比较多 有一次我们在国外的一个会议上 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国外品牌的 亚洲的员工 因为有时候比较熟 经常在一起聊天 说我们在中国的这个竞争 没有竞争 我们高端的品牌 实际上是没有竞争的 也是叫什么 说则无矣 听则有心 我当时就讲 我说实际上 中国是可以做出来的 它需要时间 我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 差不多是2006年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想 能不能做出一个好的短机 事实上挺难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要做好的短机 首先有好的工程师 他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 有时候你知道这个 谈到民族的事情 谈到这种一个国家的事情 特别容易产生共鸣 就是不管漂泊在任何地方的 这个华人 他只要一谈到就说 在为中国的哪个产业能做贡献的时候 深话是说有时候这种 就是这种同频共振 这种爱国之情 迷路之好感就出来了 所以就这样 我们就凑了差不多十几个人 到2008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筹备了自己的 工业短机的研发中心 这个理想好说 现实还是挺残酷的 所以当时我们就在一开始定型 这到底生产什么样的短机 那我还是这样讲 我说一定要做出发烧有级别的 全世界最好的短机 可以不卖 不考虑成本 最考虑最贵 三年半的时间 卖不是第一台短机 因为什么 因为国内的消费者 不太信任金横峰的短机 我们的高管管理人员 就开始一开始是有争吵 后来有质疑 因为你知道 当你做了一个事情 一直对的时候 你周围的人都在质疑他 事实证明可以质疑的一样 你这个时候 有时候你的信念会被动摇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个统计 实际上是中国的客户 对中国的品牌没有信心 2013年的八月份 我们在泰山就举办了 中国第一届工业打印高端论坛 我们简称叫泰山论道 然后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就拿了很多打印机的品牌 做了打印的样品 然后前面没有logo 但在背后都写上了 就这个机器什么时候打的 什么型号 几点几分打的 那大家来盲品 就像品酒一样 就你看哪个品质好 大家看到我们的打印机 是所有机器打印品质最好的 所以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是我们的机器打的 但后来也得到了验证 所以这一次 我们卖了多少台机器 卖了六台 六台机器对于我们来讲 它不是机器本身的价值 等于它开辟了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是什么 这个市场是中国的客户 开始愿意接受中国高端打印机 一个产品要提升 要真的能做好 它实话是需要熬 真的是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做总结 不断地修正 不断地精进 我们做打印机到今天做了23年 天天有解决不完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不断地完善 不断地精进 因为技术永无之间 客户的要求 随着时间推移也永无之间 所以你必须 总是要领先客户半步 但是这半步很难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定理 你对自己没有一定的信念 你是做不了的 做企业是一个 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我们这个德外国际产业集团 主要是以 实力经济为核心 致力于高科技产员的 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加上产业基金 我们还做了一个 科技成果交易平台 就把我们在 工业胆基成长的经验 然后呢 这个总结的好的经验 然后帮助 这个创业企业 加速器企业 成长性企业 然后让他们一起共享 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一些这个叫什么 亮点 然后让他们扫走关注 然后共同成长 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东西 特别特别有意义 一定要非常理解 其实一个人 特别在中国成功 我就从我自身的感觉来讲 如果说没有党领导的 安定团结的大环点 没有改革开放的 这种春风 像我们这些人 怎么能成功呢 要感恩自己的祖国 感恩这个民主 当你成功了 一定要什么 叫取之一名 用之一名 你要不光是 让自己发展的同时 还要促进 共同的富裕 还要帮助 这个叫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们这么多年 一直是 不管生意大还是小 都拿出 一定的比例的利润 来去做一些慈善的工作 如果没有感恩的心态 仅仅是一个生意 这是我觉得 这不应该是中华美好的传统 我感受到目前中国 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好 特别是创新创业的 环境氛围特别好 因为中国有14亿人的市场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 凰人华侨 不仅仅是要做好 中外友好的桥梁 更应该参与到国家建设中 特别是一带一路 所以我希望 有机会跟全球的 环境华调朋友们一起 然后共创大业 麻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